大家好,我是方尚 今天是半壞道的小知識分享 如果您是小生或小王 卻很想保留對方的對話或是照片 該怎麼做呢? 在偷吃界流行也不外乎 LINE裡面的隱藏對話 甚至前陣子流行過的 用蝦皮對話也可以 但這個手法已經曝光過 所以還是會被查到的可能 那至於用別的通訊軟體 無論是微信、Skype、Telegram、Message等等 他們雖然都會用隱藏對話 三組對話或是俏俏話等等 但都會讓那個偷吃你的人 有可能被他的圓片抓包 所以今天就來傳說一個 絕對我沒保留所有照片對話的方法 說起來相當簡單 只要用LINE就可以達成 首先,你們兩個在LINE裡面 穿一個群組 然後你們每天約會完 就請對方退出群組 而你 就繼續待在群組裡 就 這麼 簡單 然後等隔天 對方出門上班了 他就可以重新再加入你們這個偷型小巫 群組 也不會因為他退出 裡面的相簿 踏在進來就看不到 而且退出群組快很準 絕對不會讓對方的手機 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更爽的是 也不要隱藏或刪除任何對話 真要受缺點的話 只有一個 就是每當晚上 他要回家陪袁配人 當他退出群組後 群組裡面空蕩蕩著 只剩你一個人 這種感覺 可不好說 但沒辦法 誰叫你來當小商或小王呢 做護學 就是你應該要付出的代價吧